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了鄧飛錦朗的時候 很開心 又和校長在這裡聊聊天 學習 今天我們最主要是聊聊江澤民總書記 其實不是說是否要去懷面他 而是回想 其實可以讓我們學生和很多香港人 了解了過去 尤其是八九年之後 我們中國發展的路向是怎樣做的 當然我們現在的國家應徒人習近平 亦都非常覺得江澤民是過去的一個偉人 我們回顧一下 由這一刻看回過往的一段時間裏面 我們國力又不是那麼強 江澤民總書記 前總書記也是為了國家付出很多 和他面對很多困難 所以今天我們邀請歷史專家 鄧飛錦朗 和大家聊聊 大家對歷史有興趣 那段時間其實我們都年輕過 是不是 我虛掌幾年了 但是的時候是感受很深的 所以今天我們來聊聊 究竟怎樣借著江澤民前總書記的離世 而令到香港人更加清楚 香港是走了什麼路 是 夏長 來吧 我少許意見 我覺得是兩方面的 江澤民前總書記的離世 其實兩方面都是一個教育契機 一方面當然是懷念他 另一方面對他最好的懷念紀念 反而是對他的回顧 總結一些經驗 這才是對他最好的回顧 兩方面 大家可能不是很習慣 因為香港從來沒有做一件事 就是一個默哀儀式 悼念的儀式 尤其是在立法會 政府部門 和學校裏面 基本上都是跟逐了整個北京人民大會堂裏面的悼念儀式 包括默哀 包括江澤民總書記 去致的悼詞 全程都差不多一小時 都有一小時的時間 這個悼念儀式 就是香港在我印象中 以前都沒有經歷過的 沒有經歷過的 以前來說 最主要是鄧小榮過世的時候 97年年頭鄧小榮過世的時候 當時深華社組織過一個 一個什麼呢 一個 市民可以去深華社 不是現在西環 即是舊的新華社大樓 是 做一個 是 做一個 局供儀式 獻花的那些都有 現在的中文辦都有做這個儀式 這個就是大家相似的地方 有一點花水 我還記得 前度女友就抓住我 抓住我 是都要我去 去深華社 向鄧小平局局供 實事如是這麼說 當年 前女友就是 是香港 出生香港長大的 你說他很認同內地嗎 又不是說真的很認同內地 但是他就是很尊重鄧小榮的 很尊重林秀成 那時候我還不太盛盛的 讀一間大學的 被他抓住 他就說 不如去深華社向鄧小平局局局 你又有個這樣的想法 因為我知道他 兩體 勉強他只能說是中間派 他對內地也不算很熟悉 也不算完全認同 但是那一刻 他說要去 那當然了 那時候當然是女友大了 被他抓住 去了深華社局局 所以這次江澤民 總書記 前總書記 和前國家主席 他在中聯辦的悼念認識的時候 參與立法會 一起去悼念的時候 向他鞠躬 我又想起那一幕 我又想起 絕對20年前那一幕 也很感慨 這裡有笑話 但是其實我的重點就是什麼呢 這個也是一個禮儀教育 我們經常說中國人是一個禮儀之邦 透過禮儀 去表達什麼呢 表達兩件事 第一 表達自己的情緒 喜怒哀樂 第二 透過禮儀 來去處理人和人之間 恰如其分的關係 對不對 又不能夠太親近 又不能夠太疏離 但是首先就是透過禮儀 去表達 自己喜怒哀樂的情緒 我們很簡單 香港人所說的 紅白意識 紅的就是開心 白就是一個悲哀的 悼念的 懷念的 這樣子 紅有紅的儀式 白有白的儀式 紅白之外 日常生活裡面 也有各種各種不同的儀式 包括 升國旗 奏唱國歌 都是一種儀式 如果我們真的覺得 中國人是一個禮儀之邦 香港 要重新把現在總書記 國家主席 現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所說的 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禮儀 深切理解 所謂禮 禮教的禮 其實就是一種儀式 只不過古代來說 禮比現在要繁瑣得多 複雜得多 一步周禮 日常生活裡面所有的 吃喝玩樂 衣食住 什麼都涵蓋了 不是僅僅是紅白意思的 這裏就有一點繁瑣 但是我們取他的精緒就是什麼呢 禮儀 禮教的禮 禮儀 禮儀和禮儀有些不同 我現在只是說禮儀 其實透過一個 一個儀式化的行為 去恰如其分表達自己喜怒哀樂的情緒 該喜的時候喜 但是又不止於狂喜 狂喜就失控 該悲哀的時候就要悲哀 但是又不止於悲哀 整個人是 頹堂的 完全是好像情緒崩潰 又不是 有這樣的 所以我所理解 尤其是令到我們的學生哥 第一 公權機關 立法會和政府 參與悼念的儀式 這個其實是一個 始終是 政治體制裏的公權機關 做一個良好的示範 做一個良好的示範 對港大市民對社會做一個良好的示範 就是我要專索這些禮儀 透過這種禮儀 合如其分表達一個悼念的情緒 而中小學的同學 參與其中的時候 其實也導致大家 透過一種 內地的講法叫做一種儀式感 去培養一種情緒 培養一種 合如其分地表達自己情緒的方式 其實本質上 跟升國旗禮 奏唱國歌 以及一切你日常生活中 應該尊崇的各種禮儀 其實背後的原理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 大家不要把它看成一種教條 不是 不要看成一種形式主義 這種形式背後是有內涵的 我們要透過 恰當的形式 例如 從而去 誘發 人的情緒出來 從而令到人的情緒 能夠得意誘發 等於 香港是很少咒哀樂的 香港白善 各個大酒店裏 通常要不就是宗教儀式 是不是 要不就沒有宗教儀式 就沒有了 我們很少咒哀樂 哀樂是源自西方的 源自西方 這首哀樂 是很自然而言 就會令到你有一種悲動的 情緒 中國人所說的禮儀 或者準確地說的禮樂文化 禮樂文化 其實是一個 無論是 升國旗奏唱國歌 歌嘛 樂曲 還是一個悼念儀式 有一個哀樂 雖然是源自西方的哀樂 這已經是 很充分將我們中國傳統文化 最優秀的禮樂 那部分 表達了出來 用禮樂 來誘發大家 表達情緒 用禮樂 令到自己 令到大家的情緒 得而 恰如其分 表達 不過不失 不是壓抑的 也都不是過了火位 out of control 也都不是這樣的 所以為什麼 儒家思想中庸之道 中庸就不只是取中間 不是凡事和希麗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恰如其分 不過不失 透過禮樂 去表達出來 這個我覺得是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理解 就明白教育意義 公權機關 就是立法機關 行政部門政府機關 他要做一個示範 做一個典範的作用 同學們透過參與這些儀式 也都培養了自己的儀式感 培養了自己的對禮樂文化的一種現代的版本 現代版本的禮樂文化 也都是有利於 全成本中的傳統 這個我覺得第一點 第一點是值得學習的 有教育價值在裏面 第二個教育價值就是 我們趁著這個契機 要我們一同學去紀念一個人 他也會知道紀念誰 紀念這個人有什麼值得紀念呢 他也會知道 在這個時候借著這個契機 尤其是現任國家主席 總書記在宣讀他的道詞的時候 總會羅列他過往的事跡出來 透過這個羅列 就等於 給了一個機會 亦都給了一個現成的教材 給同學去了解 到底 江澤民先生 在他治下的 當時的中國來講 是面對一個什麼的處境 我簡單來說 就是兩方面 一個就是 國力未強 兩句說話 一句說話就是 國力未強 內憂外患 是兩方面 兩方面 國力未強 8964事件之後 江澤民先生接任了總書記 他不是一次性 總書記 國家主席 軍民主席 一步一步就接任 接任的時候 其實在80年代和90年代之間 中國內地來講 經濟實力遠遠不是今時今日可以比 整個80年代改革開放 即是頭十年 頭十年裏面相對比較成功 農村比較成功 農村的土地 承包責任制 令到很多農民脫了貧 但是城市的改革 包括 城市的改革 國企的改革 價格體系的改革 是剛剛開始 剛剛開始 城市的居民 還沒有很明顯感受到 都沒有內積到自己的經濟實力 除了個別的個體經營者 即是所謂的個體戶 但是普遍來說 消費力 和 經濟實力 和錢 和現在沒有得比 未去到這個地步 再因為 啟動了國企的改革 啟動了價格的改革 也引起了很多 社會的不安情緒 30年40年都沒有加過米價 一聲米價就上了 一上了 就變成了 89年政治風波背後的經濟動因 這個 資深人士 我相信我和你也有印象 儘管不是親身在內地 也有這個感覺 有這個印象 在這個時候 內憂 外患就是什麼 除了要面對西方國家的封鎖 之外 不是那麼簡單 還有什麼呢 除了要封鎖 還有很多事件 銀河號事件 停了我們的船 跟著美軍的海軍陸戰 登船 去檢查 跟著不過多久 有一個 南海撞機事件 是不是 跟著 就去到90年代中的時候 台海危機 是吧 李登輝 李登輝 上任之後 兩岸關係就開始變得惡化 已經是去到戰爭邊緣 不是台海戰爭 是中美戰爭邊緣 但是你想想那個年代 解放軍的實力 跟現在 沒得比 是不是 那個年代解放軍的實力 是非常弱的 在台海上升起的那些飛機 解放軍的空軍那些飛機 有些是50年代的飛機 怎麼搞 是不是 再經過一段時期的 經商 軍隊 容許軍隊經商 其實軍隊 實事如說 腐敗的情況 很嚴重 是不是 再加上 軍隊的 現代化 現在所說的現代化 以什麼為標準呢 坦克 坦克現在應該是95型號 還是96號 不記得了 一下子不記得 不知95還是96型號的坦克 那個坦克 從那一刻開始 擺脫了二次世界戰水平的坦克 而是真的走向信息化 有電腦電子現代化的 設備 裝備在坦克裏面 這個就是 也要 九十五到中大號才能做到 你想想在他治下的時候 還有 內憂還有一件事 就是華東大水災 當時是說 多少香港市民的捐錢 那個水災的致命的地方 就是把 長江中下游 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方 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全能浸泡 是不是 全能浸泡 一直以來 有一個傳聞的說法 就是西方以美國為首 西方國家 就看很多衛星圖 覺得什麼浸泡到這樣 最後就下了個判斷 認為 中共會倒台 會倒台 中共會倒台的話 西方國家就說 加速他倒台 加速他 進一步為止 其中 英國當然是緊跟美國的做法 所以 為什麽 彭定康 在1992年來香港做港督的時候 突然改變了所有之前中英談判的 所謂過渡期的直通車 全部推翻了 突然對中國採取強硬的態度 現在一般來說 研究外交史的人 有一個觀點 認為其實是配合了美國的判斷 美國看著華東大水樽 90年代頭 華東大水樽看到 全都浸泡了 最有錢人口問到最高的地方 全都浸泡了 這樣的政權 他一定捱不到 一定倒台 一定倒台 就 爭把火 等他快點倒 然後配合了英國那方面做的配合 在香港回歸問題 再和中國政法合作 加把勁 用彭定康的政改方案 再逼中國 就是這樣 一連串的事件 一連串事件 你想想 1991年蘇聯瓦解 意味著美蘇冷戰 誰勝誰敗 很明顯 美國贏了 蘇聯崩盤了 瓦解了 一個國家拆開了15個國家 放你也不爭 不如一鼓作氣 弄了中國 就是這樣 整個戰略的判斷就是這樣 在這個時候 面對一個內憂外患的時候 江澤民先生 他去 擔大旗 他擔大旗 所以 他這個管治 水平真的很高 管治的水平很高 所以我們看看 習的道詞 是很客觀地把這些事情交代 也沒有迴避過 8964 沒有迴避 你看到道詞 說得很清楚 他是臨危壽命的 所以 你細心一點回顧 覺得很精彩 這些內容 其實距離現在不算很遠 30年左右 只能生不到的 我們看到 面對一個內憂外患的情境的時候 他是怎麼駕馭的 怎麼駕馭的 我覺得這個宏觀的歷史的回顧 是值得跟我們的青少年人說的 而另一件事 我還有一個個人意見 就是 我們已經看到 傳媒 尤其是親西方的傳媒 他不會跟他說這些 就算在老江 他主席的時候 他也不是集中說這些問題 他因為說什麼 他就是 其實有一點像蘋果日報的做法 蘋果日報不是跟他說道理 他是在形象上把你醜化 是不是 他不是說 你現在推出這樣的政策 我在說你的政策不行的 不行的 有很多很差的政策 他不是跟他說這些 跟你說這些都可以用 理性討論 到底這個政策 work or work pro and con 都可以討論 他不是 他就告訴你 他真是樣子 在整個形象中 將你抹黑 是醜化 我們看回老江 他是理工科出生的人 現在 他有兩篇論文 還傳譯 一篇講能源 一篇講信息科技 是 怎麼說 技術含量很高 如果數學差一點 都看不明白 他說什麼 他是理工科的工程師 他是 他本身的專業 但是與此同時 他也是相對來說 掌握外語比較多 以及 一直以來都有一定的 音樂的修為 無論是鋼琴 還是吹笛 吹笛還是吹笑 應該吹笛 都有一些 習慣 很有音樂的 興趣愛好 和天分 所以 在他 任務內的時候 充分利用機會 去表達自己 對音樂的 興趣的時候 其實也是希望 將自己最 人性化的那邊 展示給大家看 同時 也希望給大家了解一下 中共的領導人 不是那麼死板 而是 可以再過再無 在他之後 胡錦濤也是 胡錦濤在共青團長時間做青年工作的時候 是搞集體活動的 很厲害 再歌再舞很厲害 也是的 他們兩位的領導人 就示範了一個 比較深度活潑的領導人的形象 但是一到了親西方的媒體 包括香港的親西方媒體 他不是這樣看 他就把你抹黑 把你妖魔法 總之多動靜 多一堆東西搞 這件事 令到我也有一個反思 如果傳媒是要煮死一個人的時候 無論你做什麼都會煮死到你 是不是 我如果是很嚴肅正耕偽作的時候 你說我是撲黑面好 是不是 我和你真的很casual 很輕鬆地去 對談的時候 你又說我假裝 我和你真的去玩一些文化、藝術、音樂的時候 你又說我別的東西 總之 他先定立場 後捨報道 這件事 我覺得對於我們的青年人來說 要保持一個 真的批判性思考 保持一個清醒 我覺得這些全部都有相當的價值 值得跟學生說 尤其是中間我所說的東西 你要明白他主政的時候 國力遠遠未去到現在那麼強 而他面對內憂外患 結果都是 順利地過關 這件事是值得一個總結的 我就很感謝剛才鄧下長所說 其實我就覺得 江澤民是極盡哀榮的 因為這時候真是為國家付出了很多 有關禮儀的方面 我們也知道禮惡 輸數 蛇語 其實錄禮裡面的時候 禮和惡 兩件事是必須的 發其情 終付禮 這是我們中國人所必須要做的事 亦都看到 這次是給我好好的學習 我們古代有所謂的 說尊卑 尊卑的意思 不是在卑下 而是 有一個層次層級 還有的時候 你要懂得尊重 尊重這一個 是我們中國人 一直以來的傳統文化 你要尊重其他人 所以有禮和有惡 適如其分地表達自己的情感 一方面是最重要的 培養情緒 你不是要很激進 你是要很有道理去說 譬如我們現在國家 去對 譬如好像 伊朗 或者今次去 沙特阿拉伯 去做訪問的時候 我們都是 發負情 終付禮 合理而 是吧 我們中國人 其實每一個詞語 用得非常準確 在什麼情況之下 用什麼詞語 以及對什麼人 我們要做什麼 是對等的 大家平等地交往 不會我由上去壓住你 譬如美國就很喜歡用上去壓住下面的 他們所有的盟友 覺得你是為我做事的 這是不尊重的 但是我們國家對每一個 國家都是非常之尊重的 有理有據 是呀 由親 親親 是不是 到慢慢疏遠的 我哪些人來見先 哪些人來做先 其實這個 是完全一致的 這個呢 我很同意 剛才 鄧下長所說 不是教條 或者形式主義 是恰如其分 這個是必要的 亦都給我們香港人去知道 我們對於一個國家領導人 或者對於一些禮的手法 制度是怎樣 應該怎樣行 這個是好一個教育來的 現實的教育 是不是 這些實際的教育 比你讀教科書 是完全不同的 我在內地 我就沒有去 我是看電視 基本上 由於疫情 我們沒有辦法到處去 但是的時候 我有很多朋友去了香港 就是去了港澳辦那邊 去吊宴 其實的時候 獻花的人 真的不少 可想而止 江澤民在香港人的心目中 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外國方面 我們就不要太過份 這個是我們自己的 一個 禮節 或者是我們文化的傳承 不要太過悲 也不要太過起 中庸之道 不是說中間 是恰如其分 剛剛好就可以了 所以這點是一樣的 說回江澤民 其實當年的時候 真的是國力微強的 1989年 我就 那時候大學 三年級的時候 在台灣讀書 那時候在讀中國文學 不知道內地發生什麼事 但是那時候也是密哀的 但是後來的時候 我們看到江澤民上台的時候 我們看到 專制 畫漫畫 極盡醜化之能耐 一幅漫畫 真是可以影響到很多人 在當時就發生了很多事 我們剛才 就已經說過了 八九十年代之間 經濟 剛剛開始發展 差不多你說內地 白費待興 當初的時候 我們知道 反觀賭 或者反很多 貪腐的問題 其實形成了 觸發了 當年八九六四的事件 文學號 撞機事件 台海危機 到了台海危機 其實我那時候 就在傳訊電視那裡 做編導的 那時候 整個感覺是非常強的 尤其是 登輝那個問題 真的差點打起來 很多人研判 差一線 互相對峙 那時候 角力微強之下 是非常嚴峻的 那個環境之下 尤其是的時候 我們看到 一言驚死夢中人 當年華東水災 真的影響到 可能西方對中國的看法 是覺得 再加一腳下去 你就沉了 所以的時候 就更加多力度去做 尤其是到現在 都是一樣的 始終 你就慢慢逐漸形成 一種叫做訊息戰 媒體對於我們 每一個人的影響 是非常之大 還有的時候 是負面的影響 比較大 但是你看到 我們國家去做的時候 我們是通常 很正確地把一些事情 去複述出來 告訴大家 新聞的內容是怎樣 是講一件事 不是講個人 但是我們對某一些領導人 譬如有些 貧道上高 我經常看到油管那些的時候 其實是故意去抹黑 而不是就你那件事 說得對還是不對 還有的時候 他很多時候是挑撥離間的 這次 我們前總書記 江澤民前主席 其實的離世 我們是看到很多東西的 可以給自己一個反思 這個就是國民教育 以及國安教育 其實各方面都可以在 是因利成變而已 是因利成變而已 所以的時候 我就覺得 跟鄧下長去聊天 是真的很好 因為 我都是讀文科 雖然我對官方不是很熟悉 但是我對歷史 和過往的時候 尤其是現代史 我們是很缺乏的 因為很多老師 都是受了西方的思想 他講的時候 第一點 就是我用西方的角度 去看中國的領導人 但是對我們的領導人 我們是不是要用中國的方式 去解讀 他覺得對人民做了什麼 好還是不好 其實我們可以去研判的 是不是 以及在過去的時間裏 我們國家在國際環境上 我們處於一個什麼不利的位置上 我們是怎樣做 如果沒有 毛澤東開頭 毛澤東當然公過 有人說明發大革命 有很多問題 亦都傷害了很多人 其實我家人都是文革裏面 出了很多問題 但是我始終都是很愛國 包括我家人都是 因為那是一個大時代 是不是 三反五反 大躍進的時代 更加會令到 一個大時代的變化 一定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到後來 鄧小平 我們也看到 他是一個時代的偉人 是不是 我去到深圳 都會看到他的公園 看到他的雕像 那一刻那時候 自己的感激之邪 是猶疑而身的 以及看到深圳和香港發展到這樣 內地發展到這樣 每一個領導人 對我們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到了江澤民年代 那個時候 他做的事情更加多 因為我就看回他以前的歷史 包括他在雪糕廠 在一系車廠那裏 他做的很多工作 其實正正展現出 他是一個非常之有能力的人 以及他解決問題 是一個實鋼派 而且他也在他有生之年 盡量保護當年文革 受迫害的人 尤其是汪道涵 他是保護住他的 是不是 結果 就創造了很多奇蹟出來 尤其是那時候 老美是想你死的 那個環境之下 你會怎樣做呢 你怎樣可以令到人民團結呢 所以 就不要說了 這種寬雲大量 是不是很多國家領導人都有的 還有我們國家是講過一個傳承 有很多人覺得 天安門為何要找 江澤民上去 胡錦濤上去 找支持領導人上去 因為這個是尊重 我們一個傳承 我們不是說 我們要去鬥爭 前一輩的 前人中說 後人成音 這個就是很簡單的道理 我都很想借這個機會去講一下 因為我都猜不到 剛好跟校長 有很多的事情 我們其實看法都 相近 當然我都在學習 我沒有很專門去看那麼多的東西 我都不是教歷史 但是對於過往的這件事 我覺得是需要在學校裏面 做出更加多的教育 很多時候 如果真的要對時事做一個教育 但是要有歷史感的時事教育 就是要找緊這些機會 他小小的時候 就藉著這個時間 對他治下的當時八九十年代之間的 中國的一個經歷過的大風大浪 就是適合了歷史的教育歷史的回顧 如果不是的話 當他整個悼念的余息結束 過了一段日子 你再反過來再說他 就沒有了那個感覺 沒有了那個感覺 就是你現在說 其實反而大家容易入腦 所以我覺得 我們無論做公眾教育也好 還是做學校的教育 都會有一個這樣的sense 有一個對timing的 有一個這樣的sense 這樣的教學就會顯得更加 有成果有成效 這個我同意的 其實今年你覺得學校做得多不多呢 不容易的 可能這件事都可能比較急切 再加上 這個 就可能大家都沒習慣 很多學校都問 那需要不需要下半期呢 如果下半期的時候 那需要不需要奏唱國歌呢 有很多疑問 當然教育局都出了通訊 不出了指引 都界定的清清楚楚 所以就變成了很多學校 可能把焦點都放在 儀式 就未必一定太留意 就怎樣去跟學生講解 八九十年代之間 老江做主政的時候 到底經歷過什麼 但我覺得 可以趁這個時候 這件事還未完全攤動 都可以值得跟學生去回顧一下 我都覺得這件事可以讓我們思考很多方向的問題 還有那時候 最好有些講座 或者有關當年江澤民的 一些影片 還有一些評價 可以播給學生看 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是必須的 還有要做好準備 因為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香港是完全沒有準備的 完全是隨時看到一些事情 我不知道怎樣處理 怎樣解決 尤其是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國家主席習近平 去到阿拉伯國家去會談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 撤取了西方的一些 評論資料出來的 這方面我覺得是要加強的 遲下的時候 我都會跟 校長那邊多些談談 有關時事 還有有關 現在整個教育體系上高 應該做些什麼是最重要的 希望 各位老師可以身體力行 還有各位學生可以身體力行 可以了解多一點 好嗎 今天多謝了 校長 我們時間到這為止 拜拜 拜拜 拜拜